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解放军空军发布宣传片 有关军事专家分析说 反映空军的主要装备向引伸功能发展 以及有能力应付战役规模的空降行动 今年是解放军空军成立75周年 军方发布长大约10分钟的宣传片 名为《为你》 以现役空军的角度出发 讲述由1930年解放军空军成立之前 到现在的发展史 宣传片又以时空交代方式 展示空军多种武器装备 因此引述军事专家说 当中隐藏不少信息 譬如空军四款战机 殲20、殲16和殲10C 以及空军第一款电子战机 殲16D 在同一画面出现 展示空军航空兵身质战力的组合 火力打击与信息作弹议体 多机型组网协同制空军打的新型空战样式 殲20在演讯活动中 内买弹舱导弹发射 充分表明 隐身飞机作为空军的骨干装备 列装数量越来越多 装备普及面越来越广 云20运输机的画面也引起光着 夜间大规模输送空降兵空降空头 表明以殲20为核心的战略战术空中机动投送力量 能够有效支撑中国空降民战役规模空降 他又说应激21导弹发射画面只有大约3秒 但显示解放军已经拥有射程远 精度高的先进打击手段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中国海警局发声明批评菲律宾 频繁派军警舰机和公务船 冲冲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滋事挑逸 中方又公布黄岩岛令海基点基线 对于这样做 是否针对菲律宾出台海洋区域法的反制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说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令海及比联区法 或定并公布黄岩岛令海基线 是中国政府依法加强海洋管理的正常举措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发言人重申 非方的法例严重侵犯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中方坚决反对 将会继续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经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河南省大学生近期兴起 晚间从郑州市踩5个小时的单车到开丰市 但开丰市居民投诉 大批共享单车被随处棄置 阻塞道路引起争议 这不是单车比赛现场 而是连接河南省郑州市和开丰市的正开大道 踩单车的大部分是在郑州市上学的大学生 打算去开丰市玩一晚之后回程 据报单是今个月头四天 已经有超过1万7千人这样做 人潮之多 没说说踩单车 下车行路都全部难行 前面还是24公里才能到达开丰 现在都已经开始推着了 开丰市就加派人手指挥交通 市内多个景点亦都趁机宣传 包括向大学生提供免费入园等优惠 但源源不绝的夜骑大军 不单止景区不升负荷 怪不得郑州少了1万辆共享单车 都带我们开丰 开丰的马路亦都被大批除已对放的 共享单车阻塞 因为不少大学生回程的时候 改搭铁路列车 由于两地单车租用系统不一样 共享单车公司要派出大批人手 将单车运回郑州 为了改善情况 三间共享单车公司发布联合公告 提醒用户行驶范围 只是限制郑州市入面 违规者会被锁车 并且收取额外费用 两地公安部门也通报说 郑开大道郑州段 多处路面被共享单车占用 为了加快清理 主要路线星期日中午之前 禁止飞机动车通行 内地多间船会就发表评论 说夜骑开封虽然被视为青春热血的行为 当同时应该考虑对公众的影响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粤港澳三地昨日举行 港珠澳大桥防碰撞海上应急演练 无意有客船和游船 在港珠澳大桥水域发生碰撞 游船起火 并失控触碰大桥桥等防撞降伤 威胁大桥主体安全 广东省和珠海市相关部门 启动粤港粤澳应急救援合作协议机制 粤港澳三地一共28个单位 出动26艘船无人船 超过300人参与今次的演练 主办单位之一的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说 今次演练是对港珠澳大桥水域 搜救合作机制运行的实践演练 加强了达湾区海上应急协作 检验了港珠澳大桥海域 应急救援保障能力 对营造安全的水上交通环境 保障港珠澳大桥主体安全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广州一个动物园的大红猫 近日怀疑被游客用雷射笔照射 原方说暂时没有发现大红猫有异常的情况 有内地律师指出涉事游客 或者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被称为国保隔大红猫 是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明星动物之一 每日吸引不少旅客专程来参观 原方也不定期直播大红猫的情况 不过近日就怀疑有游客作出不文明行为 原方说暂时未发现大红猫有异常 但保育专家就提醒 这些行为可能对大红猫的眼睛造成永久损害 有民众就建议原方严情涉事游客 有内地律师说原方有权要求涉事游客 赴上法律责任 造成大红猫伤害的游客会面临非常高的经济赔偿责任 更加严重的是大红猫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假如游客造成大红猫的生命危险 这位游客就很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 除了广州 四川成都大红猫繁育研究基地 上个月也发现二十多名游客 在园区入面作出不明明行为 例如不小心将杂物抛入大红猫活动范围 当中十六个人终身禁止进入园区 年纪最小的只有八岁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导 位于海南省的全国第一个商业航天发射场 预计年底再有进行第一次的发射任务 长征八号遥五火箭 今个月初开始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一号发射工委展开分系统测试 无意加注发射等全流程合连 并在上星期五结束 发射场的相关负责人说 各项试验数据良好 已经全面检验各系统对接等 形容任务圆满成功 团队之后会展开火箭移离发射塔架 返回技术区等流程 天周七号货运飞船 顺利折尼太空站组合体 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 天周七号下午大约4点半 折尼太空站组合体 将会在近期摘机受控 再进入大气层 过程中 绝大部分的零件会消食烧毁 小量的残骸会落入南太平洋 预定安全海域 天周七号今年1月发射升空 并第一次采用3小时快速交回对接 天周七号攀带了航天员系统 应用任务领域等大约5.6吨的物资 央视报道 天周七号是目前将最多科学实验项目 送到中国太空站的货运飞船 下一艘货运飞船天周八号 预计将会在今个月的中程 摘机发射 时节中国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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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